女人只是一抬眼 整个大街都好像变慢了速度 只见一股白色冲击波从她的体内动发而出 瞬间将一旁的男友和路人震飞 而冲击波所到之处 燃气贯车被卷到了空中 就连笨重的公交车也被震碎了玻璃 现场一片混乱不堪 而从空中的飞艇俯瞰 地面上居然形成了诡异的螺旋波纹 她就下了身为公交司机的哥哥的性命 自己却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这是1940年的苏联街头 也就是二战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安娜是一名制衣场的普通女工 她和哥哥在城里相依为命 可今天突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兄妹俩必须赶快离开了 偏偏就在这时 胆小的男友竟带着民警找过来 哥哥立马成了犯罪嫌疑人 安娜也被关进了问询室 随后 调查员利霍列托夫立马展开了盘问 可谁承想安娜却只说自己什么都记不清了 利哥一听瞬间就急了 随手拿出证据质问 半年前在白俄罗斯北部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安娜就和哥哥在同一天逃离了城市 而三个月之后 另一个城市的大楼被炸成了废墟 然后两人就又从那里逃跑了 如果他现在还不拒事交代 那兄妹俩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起来 然而利哥看安娜就不像个罪犯 可只有弄清真相才能为他提供帮助啊 此时为了洗清哥哥的罪名 安娜似乎已经被眼前诚恳的调查员说动了 没想到他刚要开口 这时民警局长就突然闯了进来 紧接着他就被盖进了一个小电梯 两人穿过一段长长的地下通道 再钻进悠长的书架 最后他们来到了另一栋大楼的办公室 安娜在这里见到了伊林斯基教授 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异常和蔼 他说这里是一处疗养院 并且这里的人也都是好人 只要安娜同意研究他身上的超自然能力 他不但不用为爆炸案承担任何责任 而且马上就能见到哥哥了 于是无奈之下 安娜也只好点头答应了 另一边 丽哥又返回了爆炸现场寻找线索 却被民警局长亲自开车带了回去 想不到这个案子竟突然转给了其他人 因为丽哥居然是局长的女婿 并且他在一次任务中受到了严重刺激 原来在四年前的德国 为了打通延伸到广场的地带 他本来带小队去爆破一个碍事的水平柱 却突然发现敌人正在处决无辜的平民 于是他们立即冲出去救人 在一阵激烈的炮火对攻之后 平民是全都获救了 可他们却也因此暴露了小队的行踪 当丽哥正要完成接下来的爆破任务时 敌人却进行了凶猛的反护 虽然小队坚守住了阵地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个男人从烟雾中缓缓走了出来 他戴着一副诡异的面具 口中还不停地念念有词 这时小队成员就好像被他的声音控制了一样 竟然都乖乖掏出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爆破小队突然间全军覆没 唯独只有丽哥一个人活了下来 所以这个面具男就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 从此他便对这种超自然案件特别关注 他回到家便跟老婆抱怨 战场归来后别人都不相信他的遭遇 就连老岳丈也认为他疯了 可他却固执地认为 岳丈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关系 总是在妨碍他调查此类案件 今天这个安娜肯定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能力 而此刻的安娜 已经被教授带到了地下实验室 一个标着大血M的房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教授却叫他不要乱问 随后他便被带上了金属头套 然后坐到了一个扫描器下 在一顿检测过后 他也如愿见到了被关押的哥哥 可紧接着就被教授关进了冰冷的小黑屋 就这样 安娜不知不觉就沦为了军方实验的小白鼠 随后教授向民警局长汇报 从刚刚的脑神经扫描结果上看 安娜造成的事故应该不是故意而为之 虽然爆发来源尚不明确 但它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式武器 而调查员立歌 也陷入了为战友的不明牺牲而不断调查研究当中 可安娜的超能力一旦被苏联军方发现 很快他就沦为了实验室的研究对象 然而这一机密却不进而走 他又被一个名叫诺伊曼的德国人描上了 他是孩子中的怪胎 从小就被父母锁上了披口罩 但凡让他喊出声波 招惹他的人就立即导致神经麻痹 就连父亲都被他控制大脑而弄断了手指 诺伊曼就是一个言出法随的异类 父亲怀疑他一定是被恶魔赴了身 幸好有当地神父的引荐 一个愿意收养他的神秘人出现了 没想到神秘人竟然异常的和蔼 刚出门就帮他解开了口罩的密码所 又带他住进了古堡的教堂 还说在这里就不用再惧怕任何人了 诺伊曼这才知道 神秘人竟然就是德国党卫军首领海英里希 他还是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首脑 然而没多久就爆发了战争 而海英里希却因为紧急事务出国了 这座城堡就变成了医院 他也成了临时的医务小助手 可是有一天 一个伤员需要截肢 但却没有止痛的满胃 诺伊曼想给难受的战士一点安慰 便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超声波 没想到伤员听到他的话 竟渐渐平复下来 就连双眼都变成了白色 地旁的护士和医生都看懵了 幸亏他的超能力为战士减少了疼痛 伤员也很快就得到了救治 由于与护士们的长期朝夕相处 12岁的小诺伊曼情斗触开了 热情的诺伊曼还带着伤员们参观古堡 并拿出珍藏的美酒招待大家 没成想当晚他就喝大了 结果第二天醒来就出了大事 他竟然撞见护士和那个截了支的伤员在亲热 这下诺伊曼可急了 他一锤子就抡了过去 没想到却被对方狠狠地踹在了地上 情急之下他竟又发出了超声波 只见那个伤员瞬间麻痹 挥起锤子就砸向了自己脑袋 此刻愤怒战胜了李治 他就这样看着伤员诡异地把自己锤死 很快他就被绑了起来 他又被当成怪物戴上了口罩 并辗转送进了精神病院 然而就是在这里 他认识了一个护士长的女儿 从此他们就成为了最亲密的伙伴 后来诺伊曼成为了神秘智库组织的成员 不但继承了家族的补宝 还得到了德军的资助和庇护 经常和助手凯瑟琳去搜集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 当凯瑟琳把孩子骗上车后 诺伊曼便使用自己的超能力麻痹对方 每当声波飘进倒霉孩子的耳朵里 孩子就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回城堡了 就这样 他定期给训练营的孩子们洗脑 并成功培养了大批的童子军提供给军方 然而他对安娜的兴趣却不仅仅是因为超能力 而是他们一样都是与众不同的异类 他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到地下实验室参访 而此时的教授已然到了胃癌晚期 男人也不啰嗦 竟然直接就跟教授谈起了交易 只要能和安娜见一面 他就有办法让教授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话音刚落 男人就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一股强大的声波震荡而来 教授顿时看呆了 没过一会儿 他就颤颤巍巍地睡了过去 随后男人在抽屉里翻出一打信件 接着又从桌上找到一张纸条 他统统揣进了上衣口袋 最后对教授下达了一个口头命令 癌症晚期的教授竟突然活蹦乱跳地 跑进了实验室 他甚至都丢掉了煮了一年的拐过 他将男人带到了安娜面前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现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只见男人偷偷将纸条放到安娜手里 然后小声说教授对他撒了谎 于是下一秒 安娜一直压制的怒火瞬间爆发 又一股超强的声波从体内迸发而出 与此同时 丽哥急匆匆地找到民警局长朗丈人 说他已经咨询了专家 爆炸现场就根本不是天然气造成的 而是一种声音的冲击波 可他的话音还未落 桌上的水杯就开始剧烈地晃动 紧接着一股冲击波就瞬间震碎了波子 而对面的地下实验室 早已经被安娜的超能力破坏成一片狼井 男人急忙抱起晕倒的安娜 在一片爆炸的火光中冲了出去 可他刚走出大门 就被对面楼上的丽哥看在了眼里 此时丽哥一眼就认出 这不就是当年战场上出现的面具男吗 他天生具有言出法随的超能力 只要被他的声波触击 再强悍的武装小队也将即刻神经麻痹 一个个都乖乖举枪对准了自己脑袋 都将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诺依曼这次的订单很简单 就是沙光面前这支苏军的特种作战小队 可偏偏在队长那里却出了意外 丽哥虽然不由自主地举起枪 可不知为何竟然迟迟还不动手 却反而被战友自杀的枪声给震醒了 诺依曼一看也懵了 可嘴上的机械口罩此刻已然复吻 没想到对面的丽哥迅速冲出了战壕 对准前方砰砰砰就是两枪 诺依曼因躲闪不及竟然被子弹射中 他这才芳然醒悟 急忙转身钻进了接应他的汽车里 等到了车上他才发现 自己的手此时已经流血不止了 而比受伤更可怕的是 怎么会有人逃脱他的声部控制呢 那边战场上的丽哥惊魂未定 眨眼间整个小队就只剩下他一个人生还了 当丽哥回到莫斯科后 女科学家为他做了战后心理治疗 并建议他使用最新黑科技 可以抹除这一段离奇又痛苦的记忆 但丽哥却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口罩难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与此同时 他对声波催眠的免疫也受到了民警局的特别关注 于是一个代号为安的特种部队实验 在民警局长的筹划下秘密开始了 一晃四年过去了 自从丽哥发现了能力更为强大的安娜后 便又勾起了他对声波催眠的联想 没想到诺依曼竟从他眼皮底下劫走了安娜 他急忙追了出去 但面具男和安娜却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抢走安娜之后 他急忙踏上了返回德国的火车 可就在过边境之前 却突然遭到了城警的突击检查 于是他谎称运送的是王七的尸体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蒙混过关 可是没过多久 昏迷的安娜竟然自己苏醒了 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急迟的火车上 他转身就跑出门 却恰好和赶来的城警撞了都满怀 这下麻烦大了 安娜一口咬定自己被绑架了 诺依曼见状试图用大把的现金贿赂 没想到城警却无耻地既拿钱又举起了枪 关键时刻 诺依曼只好再次使用了催眠术 只见三名城警又纷纷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他趁机从容地带走安娜 紧接着就搬下了车厢的制动开关 二人就这样沿铁轨一路不行 很快就找到了接应的女助手和汽车 他们回到古堡 安娜首先见识了诺依曼引以为傲的小军队 又领略了他高规格的服务团队 最后被带到了一个宽敞的独立房间 这一次 他发现房门居然没有被反锁 这才踏实地坐在了洒满阳光的地上 然而安娜却怎会知道 他刚刚逃出了苏联地下实验室的湖口 却又落入了德国的狼窝 此刻的诺依曼正在和军队的官员交涉 他不仅在秘密破坏各国的主要建筑 还从苏联带回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自然武器 一场大战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 这边安娜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却突然被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吵醒 由于他们语言不同 两人刚刚知道彼此的名字 就被赶来的诺依曼和女助手打了个正招 随后男孩被带回宿舍 结果全部孩子都一同受到了惩罚 等第二天安娜去找小男孩时 却发现他竟被其他孩子高高掉在了空中 安娜救下男孩之后 两人连笔划带手语交流了半天 他们竟然成为了同病相怜的好朋友 在这里 安娜受到了诺依曼的特别优待 甚至还贴心地给他准备了缝纫剂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 竟都遭到了女助手的极度和愤恨 另一边 由于安娜的超能力大爆发 苏联的地下实验室遭到了彻底摧毁 这时民警局长悄悄打开一个房间 里面居然躺着一个用于实验的士兵小队 在每个人的胳膊上都刻有半图案 一旁的角落里还坐着奄奄一息的教授 他深知自己将命不久已 便立即禁用了士兵的安装程序 因为他觉得苏联政府的实验过于危险 他决定停止这罪恶的一切 局长一听立刻怒了 因为此刻只有激活N小队才能追回安娜 他绝不能让这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落入德国人之手 局长见教授已然在无利用价值 便一枪了结了他的性命 然后转头就去找了另一位女科学家 局长也没啰嗦 直接就说德国人杀害了教授 他还知道女科学家和教授有一个私生子 为了祖国的安全 他需要女科学家的技术协助 立即激活N小队去德国执行紧急任务 第二天 局长就召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紧急会议 他说德国现在有一个当红的部门叫智库 而昨天一个名叫诺依曼的德国人 正是以智库科学家的身份参访了地下实验室 可紧接着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 结果实验室的一个女病人消失不见了 并且不久后就收到了铁路边境的袭击报告 现在已经探查到诺依曼所在的位置 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派遣两小队前往德国 由队长斯梅尔切夫全权负责 他们的任务简单明确 就是找到并消灭潜在的威胁 散会后 调查员立歌要求进入N小队 为了给死去的战友报仇 他要去追查当年用声音杀人的面具男 却当即遭到了局长兼阅仗的强烈反对 然而他趋意已决 便舔着脸回到家请求妻子提供帮助 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 妻子还是哭着去找了局长父亲 因为他了解立歌 不看到小队杀死面具人他就不会停下 于是当晚 局长交给N小队一份立歌的档案 他们按计划分成两组 分别藏在运送谷屋的火车车厢里 没想到刚过边境就遭到了德军的突击检查 虽然几人埋进盗谷躲过了一关 可他们准备跳车时却出现了意外 原来德军检查时将车厢顶盖死死封住了 幸好立歌经验丰富 他竟然踹开了底部的舱口 请客间 几人陆续顺着山坡滚下 可立歌却不幸撞上石头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队长扛着走了五公里了 并且只有他们这一组四个人逃了出来 还有个队员在德军检查时负了伤 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 他们终于遇到了前来接应的线人 随后四人被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安全屋 还好这里有足够的武器和粮食 线人又帮他们制作了德国的假证件 然而就在这时 外面却传来了敌人踩中了陷阱的惨叫声 紧接着小木屋就遭到了机枪的扫射 四人立即开枪还击 可此时敌人已然冲进了院子 从敌方的火力判断 他们这是被包围了呀 幸好队长及时从后门冲了出去 然后偷偷绕到了敌人背后 他一刀解决了一人 然后又随手抬枪射死了另一人 而木屋附近 一名女队员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包围的敌人 然后又及时干掉了冲进门的德军 勇猛的M小队果然训练有素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将德军的整队人全部消灭 队长还习惯性地上前补枪 没想到就连自己的线人他都不放过 眼睛都没眨就一枪毙了他的命 德国军官下棋输给了犹太孩子 他竟一怒之下将南海打晕 可刚准备掏枪射击 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却一场鬼 军官的手竟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紧接着现场所有人的酒杯都飘了起来 只因犹太男孩是安娜唯一的朋友 安娜就在危机中爆发了体内的超能力 不但将军的枪已经脱了手 就连他本人都被一股神秘能量堵在了宫中 如果再这样下去 安娜马上就会要了他的命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还好有古宝主人诺依曼的急事图纸 将军这才捡回了一条老命 好好的生日舞会就这样被搅得一塌糊涂 可即便是这样 心怀鬼胎的诺依曼也并没有责怪他 然而他如此的偏爱 却遭到了敏感的女助手的嫉妒 两人原本暧昧的关系 在安娜到来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危机 因为诺依曼想要安娜为他生一个孩子 这样就可以遗传他们两个人的超能力了 因此他只能让女助手离开 从此之后 凯瑟琳便猝一大声 甚至想瞒着诺依曼枪杀了安娜 却偏偏被诸如管家发现而未能得逞 没过多久 诺依曼便说服了安娜开始训练控制超能力 而完美的训练地并不在城堡 他带着安娜穿过秘密地下通道 然后来到了海边停机坪 两人乘坐滑翔机一路飞翔 终于到了诺依曼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堤坝 这里就是测试安娜能力的最佳地点 于是在诺依曼的引导下 安娜突然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体内的能量就被瞬间调动起来 他慢慢地转向了河水 能量波顺着胸口不断迸发而出 只见河里的鱼都被这股神秘能量拖到了空中 河水也紧跟着向上飞起 然后汇聚成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巨大水球 在安娜所控制的气场范围内 一切物体都将成为任由他操纵的武器 诺依曼也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 他没有看错 得到安娜一人便可战胜千军万马 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诺依曼仿佛看到了称霸世界的希望 并且在他的指挥下 安娜竟然第一次学会将自己的超能力收放自如 随后 诺依曼带着安娜回到了父母的老宅 这里充满了诺依曼小时候的痛苦回忆 然而也是离开这里之后 他才开启了崭新的开挂人生 说到这里 安娜为了表示对诺依曼父母双亡的慰藉 他转身一挺胸 只见一小股能量从体内喷涌而出 壁炉前便立即绽放出一束束节日的烟雾 就这样 安娜成功被眼前的男人所吸引 可办完事后 他却做了个奇怪的梦 他居然抱着孩子来到一间茅草棚 外面的田野里摆放着巨大的国际象棋 朋友犹太南海跑向了远处的龙卷风 他好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便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急忙对诺依曼说要立刻赶回去 原来 苏联的安特种小队已经秘密潜入城堡 可此时的凯瑟琳却还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没想到凯瑟琳刚刚离开 举着手枪的利哥就悄悄走了进来 紧接着队长下令杀人 可利哥却不忍心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孩子们下手 然而换了冷血的队长就没那么幸运了 但没想到不幸的却是队长本人 只见这些训练有素的孩子们迅速围成一个圈 他们借助大一的掩护展开了车轮式攻击 还没等队长的子弹击中孩子 他自己却被孩子们的快刀划伤了 他遇到的是从小就训练专门用于战争的杀人机器 就连小女孩都可以勇猛地徒手夺枪 根本就没用多久 队长就已经重伤倒地起不来了 孩子们以零伤亡的战绩将敌人团团为主 这是领头人指定要新来的犹太孩子杀人 没想到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 竟突然遭到了队长的致命攻击 正如安娜预感的一样 他的犹太朋友已然奄奄一息了 另一个女队员摸进了女助手凯瑟琳的房间 两人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站 很快 他们子弹打光了又开始近身肉活 在一顿你死我活的狐掐之后 凯瑟琳终于用两米的大长腿将对方登下了楼梯 女队员的确晕了过去 可身在附近的利哥听到声音立马赶过来 凯瑟琳急忙捡起空枪藏到了暗处 而不明真相的利哥刚刚赶到 他就成了暗中埋伏的凯瑟琳的腔下俘虏 谁承想两人刚走到半路 倒霉的利哥竟然又受到了孩子们的攻击 凯瑟琳之所以没有立刻杀死利哥 是因为他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对诺伊曼声波催眠免疫的那个人了 因此他突然有了一个自私的计划 他希望能跟利哥合作 还解释说孩子们都被洗脑了 他们的存在就是即将帮助诺伊曼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 诺伊曼带着安娜回到了城堡 他们刚进门就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苏联女队员 安娜立即知道出事了 诺伊曼也毫不客气地下了杀手 当安娜来到孩子们的宿舍时 却看到了早已死去的犹太小朋友 此时另一边的诺伊曼也刚好来到了密室 利哥马上将凯瑟琳当作了人质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 最终还是诺伊曼缓缓缓放下了枪 可没想到安娜却突然怒气冲冲地打来 只见一股势大力沉的能量波瞬间将利哥掀翻在地 就这样利哥再次成为了凯瑟琳的腔下服务 诺伊曼虽然仍旧对利哥造成的断指之痛怀恨在心 但他也同时认识到 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超能力者存在 他要创建一个超能帝国 因此就要寻找更多具有超能力的人加入 而利哥对自己的声波控制具有免疫 所以他极力想拉利哥入伙 然而利哥却始终不为诺伊曼的花言巧语所动 因为安娜也从小就有延出法随的超能力 可长大后竟然成为了苏政府实验的小白鼠 而他最亲密的哥哥也同时被民警局关押 后来他的所有信件都石沉大喊了 可唯独只有一封信 被病重的教授在临死前读给了他的哥哥 原来哥哥也被进行了秘密实验 被编入了苏军为作战研发的M特种小队 而诺伊曼为了实现建立超能帝国的理想 他将安娜抢到了自己的城堡中 并且想与其生一个超能宝宝 似乎安娜也被他的甜言蜜语所打动了 然而利哥的被俘却打破了安娜的幻想 他告诉安娜 诺伊曼就是个无情的杀手 而他在战场上也确实听到了催眠的声波 那种感觉好像只有死了才能得到彻底解脱 没想到这时枪却卡了壳 原来利哥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能力 是那颗亚旦救了他的命 也只有这么说诺伊曼才没有杀了他 利哥希望安娜不要再被利用 而能够抵挡这个疯子的人也只有安娜 就在这时 诺伊曼的女助手凯瑟琳突然出现 他居然打开了牢门 然后坐到了利哥身边 他诚恳地表示会让利哥带着安娜离开 因为只有这样 他和诺伊曼才会恢复到之前的平静生活 而那些孩子们就像是杀人武器 训练成熟后就会被无情地卖给军方 可此时执拗的安娜还抱有一线希望 非要去和有了感情的诺伊曼谈谈 随后 凯瑟琳吩咐管家去安抚孩子们 可他刚准备带着利哥离开 就遭到了诺伊曼派来的杀手的疯狂攻击 他们在一番激烈地打斗之后 最终凯瑟琳一枪将对方击毙 然而枪声竟引起了孩子们的高度警觉 此时管家还想上前阻止 却被领头的孩子一枪毙了小命 这边利哥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枪 然后凯瑟琳则立即开车冲出了大门 那边安娜在墓地遇见了诺伊曼 而这里是埋葬所有死去孩子的地方 当然也包括他的犹太朋友 然而诺伊曼却解释说 战争中孩子和大人一样都会死去 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保护自己 只要安娜能和他在一起 他们就能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全新世界 就在这时 凯瑟琳恰好开着车赶过来 利哥认为诺伊曼根本就不会让安娜离开 便立即钻到车外举起了枪 而诺伊曼却看到 在关键时刻信任的凯瑟琳也会背叛自己 于是又戴上了可以增强声波的口罩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凯瑟琳最终还是不忍心对深爱的诺伊曼动手 开一个猛打方向盘把利哥甩了出去 此刻的他已经心灰意冷 竟然将车子加速全力冲向了河水之中 他想用自己的死唤醒诺伊曼 然而这也恰恰让诺伊曼彻底没有了羁绊 就在这时 诺伊曼竟突然受到了攻击 原来是两个小队的其他成员已经赶爆 他们已然将目标团团为主 此时利哥怕伤了无辜的安娜 竟然和队友展开了殊死活动 然后在无奈之下 竟用大石头把其中一个队友砸晕了 而诺伊曼见自己腿已受伤 就不断催促安娜使用超能力还击 只见安娜缓缓站起身 他体内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向胸口击中 刹那之间 仿佛时间都突然变得慢了下来 他身旁的巨石都跟随着气流腾空而起 在安娜气场的范围内 所有物体都将转化为他用于攻击的武器 随着能量波的不断蓄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对方应该很难逃脱死亡的命运 可没想到意外还来得真快 对方习惯性地开枪射击 然后竟不知为何愣在了原地 这时安娜似乎也认出了对方的身体 可无情的子弹却偏偏射中了她的身体 然而万万没想到 安娜竟突然将能量转化为一层透明的防护罩 反而将子弹急速地弹了回去 防护罩挡住了N小队的疯狂攻击 就连诺依曼也被能量波震晕 而反弹的子弹却不偏不已射进了一个队员的身体 安娜急忙冲了上去 原来这个人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哥哥 她这才幡然醒悟 原来诺依曼一直在欺骗自己 她在愤怒中不由自主地又激起了能量波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即使赶到的利哥一枪将诺依曼打倒 他们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就发现孩子们已然追到了这里 谁承想安娜在情急之下又不受控制 竟突然又本能地酝酿起了超强的能量波 利哥对这些孩子真是没有办法 急忙拉起安娜就拼命逃跑 随后两人逃到了停机坪 可他们刚准备上飞机 那些穷追不舍的孩子们就赶了过来 所幸最后在安娜释放能量波的帮助下 滑翔机终于在枪林弹雨中平稳地飞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诺依曼却并没有死 他被赶来的孩子们抬了回去 不久之后 诺依曼便利用心灵控制塔发射声波 由于他天生具有延出法随的超能力 只要带上可怕的声波被增弃 然后再集中精力想着自己的意愿 又对眼前的装置不停地念出心灵指令 只见声波经过处理后不断向下传导 紧接着通过闪光球的电力效应连通整个房间 就这样 增强数万倍的声波经过城堡尖顶的持续传输 最后由塔间的天线向外发送出去 想不到声波迅速传到了德军的指挥部 这时的小胡子恰好正在制定前线的作战方案 而被这诡异的声波控制后不久 德军就突然对苏联不逊而战了 紧接着无数架战斗机飞越边境 就在飞机锁过之处 只见密密麻麻的降落伞从天而降 而在陆续着陆的伞兵当中 居然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毛孩子 没错 这就是诺依曼从小训练的童子军 于是二战中规模最庞大 伤亡最惨重的苏德战争就此爆发了 而在苏联的一个偏远灵地里 逃亡了很久的利哥跑过来找人帮忙 因为此时的安娜就要生了 她被抬进了牛棚 这似乎和她梦中的场景一模一样 她在草垛上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出生时释放的能量波径充斥着整个农场 就像小太阳一样发出了刺眼的光芒 一旁的接生婆都吓傻了 于是急忙给孩子画上了一个萨满的符号 然而正是这个随手的举动 却被城堡内的一个具有灵媒体质的孩子所贪置 至此 俄罗斯神剧一类第一季完结 如果你喜欢这个二战时期的奇幻故事 还请朋友们点个小小的观众 咱们第二季再见吧